戴着口罩坐在轮椅上右脚还有包扎 这是三年多前普悠马事故的伤者中 年纪最小10岁的谢小弟 拿着自己做的美劳作品合影 虽然谢小弟外表看起来已经痊愈 但这场普悠马事故 让他根本没办法像一般小朋友一样 正常学习开心跑跳 谢小弟的妈妈亲手写了一封信 提到儿子看病的医药费 都是要自己先付才能向台铁请款 但准许与否全由台铁来决定 让他直呼完全感受不到诚意 当时医院评估谢小弟的伤势是16分以上 但因为普悠马事故的伤者伤势最高上限 也就是16 反观泰鲁格事故确实没上限 明明同样是火车事故标准却完全不同 赔偿金更是相当悬殊 最多可以相差1850万 家属就质疑受的伤绝对不是只有外伤 内伤和精神创伤早已远远超过这些分数上限 每每看到儿子没有办法正常生活 就忍不住心疼的流下眼泪 同样是火车事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待遇呢 事情经过三年 15号高等法院再次开庭 当时驾驶台铁6432次普悠马列车的游信司机申请调查台铁的受训状况 他指出自己确实有接受训练 但没有接受过任何考试 他质疑自己受的是不完整的训练 对此台铁也回应 目前高等法院还在审理 会配合法院调查提供相关证据 只是官司慢慢长路 何时能有个公平答案 不知道 妈妈担心的是 谢小弟的未来到底该怎么办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铁